日本,中国这三位民族英雄是我国的,理由让人目瞪口呆。 中国的古代史非常的辉煌,无论是中唐朝还是宋朝,都是世界强国之一。 当时周边的小国家,绝大数都依附在中国的庇护下,日本对于中国更是非常的推崇, 曾派出潜唐使前往大唐进行学习,不过日本人虽然对于大唐比较尊敬, 可是他们想要取代中国的野心也不小,不过日本当时没有实力,只能够将这种想法埋藏在心里。 等到明清时期,日本才开始慢慢猖獗起来,日本对于中国的三位民族英雄也是非常的敬严, 在长时间的影响下,使得日本人都认为这三位是日本的民族英雄, 为此日本经常跟中国进行争辩,日本试图说服全世界, 想要让世界相信这三位英雄都是出自日本的。 日本可以说是最无耻的民族,在你强大的时候, 他会唯唯诺诺,即唯八戒,可是等到你是为师, 那么日本绝对会反咬你一口,那么中国那三位民族英雄受到日本人的窥视呢? 一、王阳明,日本人对于王阳明非常的崇拜, 当时作为于成诸医学,被盗而驰的明朝思想家, 王阳明在日本的思想界当中有着非常的地位, 王阳明的学说对于日本产生巨大的影响, 在日本人的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王阳明心学的影响, 这也使得日本出现众多的事实干家,将日本带向繁华的道路。 王阳明在日本的评价非常的高,堪比孔子等人的声望, 可想而知,日本政府是如何看中王阳明的? 二、朱顺水,他远渡在日本,只不过是想要躲过清朝的追杀, 然后在日本进行赚钱以待大明的复兴,朱顺水在日本广收学徒, 想要多赚取一些金钱,可是没有想到的是朱顺水的学识, 使得他受到日本百姓的推崇。 不过日本人更加敬佩的便是朱顺水的爱国精神, 为此日本人纷纷以他为榜来使得日本民众对政府归心, 在朱顺水去世后,日本人甚至按照明朝的习俗来安葬了。 三、郑成功,由于郑成功的血脉问题, 这就使得日本都将其当为民族英雄, 在清军入关之后,为能够抵御清军郑成功, 多次前往日本借钱,只不过后来, 郑成功成功将台湾从荷兰人手中夺取过来, 这样一来日本人更是对他敬佩不已, 这就使得日本人在国内宣传, 郑成功是日本的民族英雄, 日本人为能够使得郑成功等人成为日本的民族英雄, 甚至日本人都说,郑成功的祖上来自日本。